走走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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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顆落石從高處滾下 遠景趕緊叫同仁撤離 這裡是南橫公路台20線 0150變到0.5公里處 因今日山區多零星降雨 導致地址本身就脆弱的梅山口 到向陽路段不停出現 有落石崩落的情形 所清在警方跟相關單位的 積極處理下 目前都沒有發生認可的意外 梅山口是向陽路段 因流下雨而造成山坡土石滑落 本所迅速派遠景前往清除 抵達用路人之安全 然而等待13年 終於有條件全線開通的南橫公路 接下來所要面對的挑戰 就是即將到來的梅雨季 甲線公路段就表示 若遇上大雨等級以上的雨勢 就會啟動預警性的風路 而副段長也說 因未來幾天高雄山區的雨勢 是有機會達到豪雨的等級 因此將在14號進行三天的風路 從這禮拜六日跟下禮拜一 這三天會有 是一個律景性的一個風路 那屆時梅山口至天池至向陽 這個路段是沒有對外來開放的 南橫富通無數人車湧入 因為地處特殊 警方也在此呼籲民眾 行進路段時物病減速 並隨時注意路況 才能降低意外的發生 劉新文老爸是高雄桃園 採訪報導 好 好 好